嘶 好像超短劉海還挺好看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nono 那今天呢 會跟你們分享我平時拍片的一個化妝的過程 因為拍片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鏡頭會比較吃妝容的 所以會畫的稍微濃一點點 那上鏡的話呢就會那個妝容感明顯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等一下洗完臉 然後呢我們先來保濕一下 噴一下這個噴霧 再塗一個這個 它這個是比較厚實的一個質地 如果是夏天我就會塗比較 水一點那種乳液 然後如果是嘴唇比較乾的朋友 可以先包包塗一層 我們就來上一下粉底液 現在我是已經把它打濕了 然後再用紙巾有硬乾一點點的狀態 然後有格力霜的話 現在可以先塗一次 那我今天就不塗了 因為在家拍片 然後我用的是這個粉底液 然後就用這個去把它硬硬硬 就上完粉底液之後 然後就整個皮膚已經感覺很好了 這個是有奶油肌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脖子的顏色是比臉還黃一點的話呢 那你可以直接用那個隔離去提亮一下 這一點點 那然後呢我們就用這個橡皮擦去遮瑕 所以我主要就是用它來遮我的黑眼圈 那我很喜歡去熬夜啊 玩狼燒或者是看影片 看一些電影 然後就會弄到很晚 那像這些小的斑點可以去按壓一下 然後我嘴角是有點黑黑的 遮一下 像鼻翼啊這些 小細節 遮一下 像我們現在來帶一個那個美瞳 我拍影片的話呢就會帶比較大一點點的 這是有點綠綠的 一個牛油果這樣的顏色 然後畫眉毛之前 差點忘記了 我們要去上一下三粉 要帶的眉桶比較大 所以眉毛也需要稍微畫長一點點 會比較和諧 上一個比較亮的 亮閃亮閃的顏色好了 然後呢用這個顏色 我不會沿著睫毛跟布局上 我稍微 嗯開一點點 在外面的位置 可以畫中一點 因為鏡頭其實會吃掉那個妝 那上面的框 也給它補一下 我們來畫一下眼線 然後夾一下睫毛 然後之後上一下那個 睫毛的定型跟打底 先上完等它乾了之後可以再夾一次 然後現在它不夠濃密的話 可以再塗一層那個睫毛膏 今天想貼一個那種仙子毛 仙子毛就是這一種 那我這邊眼睛就戴好了 只要眼睛再大一點點呢 就貼一個雙眼皮膠 然後再來畫一下那個下睫毛 好然後呢 修容 臉頰也來一點修容 然後白色的這個部分 掃一下你需要提亮的地方 然後呢我會再點一下 亮亮的亮片 點在眼下的地方 就是那種仙女落淚的感覺 然後上腮紅 然後我會用這兩隻混一下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橘色調 那就加上去 這兩隻混起來真的超好看 那我們就完成這妝容 那今天因為我買了一頂那個假髮 所以會帶給你們看一下 就這個網套一下 靠進去之後就是 往上面去拉 黏著你夾進去 其實我也不是很會帶 要把它切開 對 很像小短的瀏海還挺好看的 這樣 這樣 這樣好像剛好 修一下 其實還挺真實的 就是頭頂 你認真看頭頂的話可能會有點假 因為它很橘 這瀏海我也沒有講過 但是就齊瀏海嘛 也挺自然的